Hello 歡迎大家收看金金貓模型頻道 今集又是培里青山跡系列 主角就是這隻肥貓 當然不是 V100系列出場於馬沙之反擊的 詐德多加 即是大家俗稱的綠雞 2018年推出 這個朋友當年貓店以290元買入 相當於一盒MG模型的價格 究竟它值不值呢? 現在就簡單開箱給大家看看 既然叫做綠雞 一定是以綠色為主 外甲十分大之餘 亦都沒有水紋 雖然我拍攝出來的畫面有點色差 但這一款黃色和說明書的黃色是完全不同的 但就不是我們經常說的大便金 這些喉管 近代的MG 或是RG 渣故系列模型 都已經轉成一粒粒給大家穿 如果要展示浮油炮 就要靠這些軟管來幫忙 我猜應該會比黑色的軟線好 要用保釋貼子的地方多不多呢? 我右手拿著的就是答案 這個V186 雞 大約用了八小時時間製作 我也是一罐簡單的滲線和磨件就完成了 V18 系列 大家可以當作是一個大型的HG 這次的組裝過程 令我覺得很有組裝MG模型的感覺 分件都做得很足 需要自己在手油保釋的地方 只有盾牌的粒子炮位 和腰部的中間位置 每件零件都非常大件 有腦花都不怕 至於貼紙我就用回原廠了 這些都是這一款綠雞的優點 至於缺點是會留待影片的結尾才說 將NIOGODA 和綠雞的高度作一個比較 大家高度就一樣了 但很明顯綠雞比NIOGODA 更加強壯 先介紹一下炸得多家的武器 差不多九成機動戰士都配備的光束槍 它的光束劍配備軍刀也蠻特別的 它是怎樣收納的呢 就是先把它變成這個形狀 將左邊裙甲拆出來 再將這件零件拆起 就可以將這個軍刀放進去 最後還原 完成收納 盾牌上面四個粒子炮紅色位置 是需要手油保釋的 可惜Bandai 就沒有做分件 千萬不要忘記炸得多家的主要武器 浮遊炮 一共有六件 分別裝在左邊和右邊的肩膀夾上面 武器的組裝非常簡單 光束槍由12件分件組成 雖然它採用左右夾 但Bandai 有為它做一條坑 好讓大家不用做無縫 如果以普通HG的武器作一個比較 這個V186雞的光束槍分件都做得很足 當然保釋貼紙用得最多就是在這支槍上 至於盾牌 簡單單單四件分件就完成 四件分件都是採用前後夾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麼多的頭部 多家的頭部可動真的不多 左右轉向基本上是沒有的 低頭的角度就有少少 但抬頭就不行了 會被後尾就這樣撐住 身體的轉動角度,我展示最盡的位置給大家看 身體向前傾有少少,但抬起就沒有了 噴射器背包雖然沒有可動,但我非常喜歡 前後裙甲和普通HG一樣,是需要將中間展開才有獨立的拉起 身體和背包的分件,上面兩行就是身體的17件分件 而下面的背包就有13件 V100系列的大部分模型,由於沒有骨架零件設計 分件亦沒有MG那麼仔細 有部份零件更加吹向一件過生產 但亦不可以抹殺設計者的心機 身體的分件,我一開始都有提及過 在組裝的過程中,是有點像玩MG的感覺 例如背包的噴射器有座紅色分件 我相信有玩HG系列的朋友 上色經驗比較少的人,包括我座落 是會覺得是一件很煩的事 V100系列的模型就沒有這個問題 腰部的分件足足有31件 想不到身體和背包噴射器分件數量加起來 都不夠它多 大家可以看到側裙甲是相當大件 內購細節亦有設計 所以V100系列在外形的細節設計上 比起很多HG系列模型 已經相當不錯 雖然並未達到完美分析 就算不保釋,對於整體外觀影響也不大 而這款炸得多加 Bandai 是有為它推出福光限定金屬杜莫版 但我猜很多朋友都會選擇自己噴射器 我也猜應該沒有太多人會這樣玩這個綠雞 它又不是資高達 不過也試給大家看 腳步,向前,向後的伸展角度大約是這麼多 有很多人表示過它的腳步球形關節 是很容易令到整隻腳向下跌 我試了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腳掌感覺上是很鬆的 再插拆一點 好像是有些改善,但感覺也是鬆 手臂向上提起90度也可以 我只是覺得連接身體的關節和腳步一樣 都是比較圓的 這塊黃色肩膀甲就比較實 完全沒有問題 手臂緊貼身體的角度大約是來到這裡 手臂旋轉也可以 一次過砌腳步和手部給大家看 腳部由27件分件組成 手部有56件 這部炸得多加 機體編號MSN03 其實是有兩部的 一部就是大家看到的綠雞 而另一部就是紅雞 機體就是右下角圖片 兩部機唯一不同就是頭部 紅雞是沒有近似V字的黃色角 兩部都是給新類型人用的 而這一部炸得多加的駕駛員 就是強化人,喬尼嘉樹 它就沒有像之前的強化人一樣 是有強化過度的問題 思想和精神都能夠保持 這算是成功的實驗品 它在馬沙之反擊中 實力非常之高 阿寶亦都要出盡力 才可以將它打低 所以這部機體炸得多加的人氣 我自己覺得是僅次於馬沙的沙撒比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有很多朋友都對這個V-100 又或者HG版的綠雞情有獨鍾 雖然系統版 但模型譜都很少見 應該說大部分V-100模型 都很少見 希望不夠的將來 BANDAI會再版 喬尼在劇中很喜歡基斯 但基斯比較喜歡成熟的男人 阿寶不行,就去喜歡馬沙 喬尼因為想奪回基斯 希望搶阿寶的劉高達 從而證明自己的能力 是贏過馬沙的 當然最後做不到 被阿寶打敗了 結果都算是悲哀 遺女死,遺女亡 最後什麼都沒有 首部組裝就來到這裡 提提大家,肩膀甲的位置 是需要做無縫的 相信都有不少高手會做的 接下來我想裝浮遊炮的姿勢給大家看 就是要用這些軟膠條作連接 先在背部裝了這件透明零件 而這件又如何呢 看說明書找答案 我覺得這些軟膠條是很難扭的 很難可以定型 由於真的太難扭了 我決定將它們一分為二 經過一番努力 大約用了幾個字的時間 終於有些成效 封面的採配姿勢 真的擺不到 這些軟膠條 雖然是夠力可以承受浮遊炮的重量 但真的很難扭 我這樣就算了 差不多影片結尾了 我已經擺了最好的V100炸德拖卡的姿勢給大家看 就是站在這裏 因為都推出了很多年 我猜很多朋友都知道 V100系列的模型是有一個通病 就是關節比較遠 拆開身體給大家看 腰部只用一個很小的圓柱和上半身做連接 很明顯令下半身不夠力去承托 至於手部的連接身體也是不穩 剛好胸口甲又掉下來了 所以這部V100綠雞最大的缺點就是軟 我其實砌完整個綠雞 完全是覺得不穩 有好的外形 但沒有好的關節 要喝多點奶 增強蓋質 就是這部綠雞的評價 總括來說 有興趣想入手的朋友 如果是馬沙之反擊的支持者 希望儲齊全部1比100比例的模型 這個V100炸德多卡 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但如果想有高可動 又可以放得一下POSE 這個綠雞我絕對不推薦給大家買 不過價錢是220至250元左右 就可以想想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有興趣想買的朋友 在買之前參考一下 我也想再問一問大家 我朋友生積了2013年推出的MG版 居辣特卡 又是馬沙之反擊 大家有沒有興趣看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在影片中說什麼 如果這個綠雞一星期內 是超過6000官項量 那我就做 那我猜應該是不會的 2000官項量都已經算是多了 都出了這麼久 如果喜歡我這段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留言說下你的感受 最好當然是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未訂閱的朋友 希望你會訂閱我這個頻道 好 下集再見